有看開的觀眾都知道,我是文化的忠實粉絲 說到文化中的文化,就無得不提,今集我想分享這間 在曼谷具有國寶地位的經典酒店,押搭了147年的曼谷文化東方酒店 我們去年10月在意大利玩了一個月後,回程時在曼谷留下了幾天 什麼行程都沒有安排,只想找一間好酒店放鬆一下,可以享受一下寶貝們 所以說到在曼谷最頂級堪稱全世界經典級數的酒店,很自然就會想起曼谷的文化 這樣說,在這座城市中,文化代表著很多個第一 它是泰國歷史上第一間真正意義上的酒店 亦是曼谷第一個推出自助餐的地方 第一間曼谷的Jazz Bar就開了在這裏 同時亦是第一個將Spa引入到曼谷當中的酒店 這間可以說是完美融合所傳統魅力和現代風味於一身的經典酒店 對於我又喜歡歷史,又喜歡探索不同酒店的人來說 是有一種夢寐以求吸引力在當中 好,現在就一起來感受一下它百年豐華的底蘊 拿車之後一進來酒店,是有些像去了一個不同時代的曼谷 它的大堂布置雍容華為得靈又帶有南洋風味的葉帶色彩 它有大面積落地玻璃窗,可以均勻地將光線引入 同時,它跳高樓底和高低坐落的中型吊燈是進一步強化這裡的空間感 你會發覺,它整個大堂是沒有一個統一的色系 紅橙黃綠紫什麼顏色都有,但你又不會覺得它亂 是反而有一種好像去了一個溫室的錯覺 有很多不同顏色的花在互相襯托 再加上這裡真的有不少植物在做點綴 所以整個感覺進來是很開心,很目不下級的 是很自然就會,嘩,這樣 我幾乎會用浮誇來用這裡的裝修 但它又拿捏到高調得來有格調的分寸 它既有明顯的碳色風情,也有很多位 甚至一間老字號的傳統氣色,但整個設計又不失現代感 所以可以這麼說,這裡是我目前為止去過這麼多間酒店 最喜歡、最欣賞的大堂 進來Check in 客人,首先會收到一個串在手上的花環 等待在Check in 時都全程有一陣清香陪著你 我們今次住的房型是河景大床房 連睡一晚房價是18000多元,計算港幣大約4200元左右 我在官網訂了時,有一訊息寫著 今次是來慶祝被變滿,想給老婆一個驚喜 所以一進房間就會見到這些大大個用鮮花瓣砌製成的祝福 這是相當搶鏡的,但如果沒有它的話 正常來說一進房間最吸引目光的 相信就是落地玻璃窗外的這片河景 不過可惜的是,房間所在的樓層不算高 所以看出去的景點雖然不夠盡興,但很有活力 這個景點稍後再慢慢說,現在來看看房間 這裡的建築空間間隔好市正 它用質感溫潤的木架絲配湖水藍用式主調 網絡舒服得來,有多有活力 不會被人一種刻意營造歷史感的那種古色故鄉的感覺 我喜歡文化這個品牌是因為 我喜歡它們能夠把酒店的奢華和家的舒適 拿捏到一個平衡點當中 如果用人來做例子的話,我會想一下法國 即是它很有性微,但同時很平易近人 文化的布置就給我一種感覺 它靚得來,是沒什麼距離感的 你住在這裡看東西,是覺得很順眼的 完全不同,例如Grant Hyatt和Risk Carlton 被人一種傷霧的感覺 住文化好像去著一個設計師朋友的家 是有品味的,是配得漂亮的 你打開一個mini bar,就算不吃 你只看它的東西,放得這麼有條理 都已經是一件很賞心悅目的事 這些就是我平時住文化所享受的樂趣 好了,說到浴室了 這裡的布置可以說一密相成房間的湖水藍點綴 另一個用大利石做主調的空間網絡 沒有那麼冷冰冰 始終的房間不算大,400多500呎 所以浴室的空間也有限 但這裡擺位是合理的,而且沒有降低規格 浴缸夠深夠長,可以真正意義地浸浴 而雙身盆的設計可以說是必須的 乾室分離,林浴空間和馬桶就在另一邊 它們和浴缸是一左一右對稱進駐在浴室的兩邊 所以都是一句,看起來順眼 說到採光了,這個當然一流 落地玻璃可以無遮掩地看風景 因為房間的所在樓層不算高,我們住六樓 看出去的視野不是很開陽 但因為比較近一條河,所以更加有臨場感 看著這條,村南北色,是由朝到晚都這麼忙碌的河道 船近到好像在腳邊駛過一樣 感覺是很獨特的 我跳一跳給你看一下,如果住在對岸的高層視野 例如我們前陣子住在半島 看出去就是這樣 你登高望遠當然更加開陽 但從一個接近20樓的高度看下去的河道就有點抽離感 變成一個比較普通的河境 就不是很感受到它這麼澎湃的生命 一高一低,景觀各有千秋 就視乎你喜歡怎樣的節奏 嘩,看回當時的影片 就會發覺時間過得很快 在去年十月我們住在曼谷的文化那裡 老闆還有老婆圖在游水 眨眨眼,來到今時今日 他已經滿了五個月大 而我們為人父母最渴望的 就莫過於希望他有一個開心的童年 以及讓我們更加精彩的未來 早前我們不是用Mid Journey 幫全家人做了一張未來預想圖嗎? 其實現在每一天看著他 但時間又過得這麼快 我已經預見不到他的未來 究竟有多少個可能性了 不過我都清楚明白的是 不論你未來有什麼大計都好 想要實現一個Wealthy Future 就從今日開始預先籌備定 匯豐卓業理財有專屬的團隊 幫我量新制定理財方案 令我可以更有把握 應對未來每個階段 跟我們一家人一起走好每一步 陪我們射出姐姐的精彩未來 例如透過Future Planner 我們可以用更大的靈活性 去設定和調整目標 根據我的財富 整合出不同的計劃 再由這個工具去計一計條數 所以更清楚了解每個目標的可行性 我還有另一個服務 為大家介紹 成為匯豐卓業理財客戶 還可以用匯財支付服務 它可以幫我的投資組合 做個人化分析 去分散風險 和調整投資策略 所以如果 你都是你的未來大計 還不快點點按進下面資訊欄的連結 把握機會 晉身匯豐卓業理財 透過個人網上理財 或者HSBC香港App來開戶 5分鐘即可完成 還即可港幣700元現金獎賞 而迎新獎賞總值更高大港幣48000元 想來實現你的Relfy Future 就要現在立即行動了 回到繼續看這家百年經典 曼宮文化東方酒店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1876年 當時它叫做東方酒店 直到1974年 即開店接近100年後 才被香港文化酒店Mandarin收購 合併兩個品牌 變成我們現在所認識的 Mandarin Oriental文化東方酒店集團 不過因為The Oriental Hotel 早已有文明於世 它跟新加坡的Refos 在香港的半島一樣 都可以堪稱蘇伊士 運河爾東最好的酒店 論歷史的話 還內貫這兩間店 論名氣 大家不相伯仲 但怎樣都出名過 開業無奈的文化酒店很多 所以就算是合併之後 這裏都是沒有改名的 直到2008年才改名做Mandarin Oriental Bangkok 不過對於不少老一輩的本地人來說 都是習慣了叫它以前的名字 The Oriental Hotel 酒店到現在還有保留著 百多年前最初代建築的大概風貌 當時他們在這個 相當於城市大動物的河畔之上 引入了一座植民式風格的建築 好像教堂的一個古典正面 講求比例對稱的結構美學 很漂亮的 當然啦 現在看到這個樣子是翻新了 漂亮了很多的版本 但早在百多年前 即是在1891年 當時的太王拉馬五世 拜訪完這裏之後 是覺得這裏的水平是高度可以接待外奔 輸入指定東方酒店作為皇室招呼奔客的酒店 而這裏第一次接待的皇室人物 就是當時的俄國太子 亦是日後的末代沙皇尼古拉爾世 這裏之後所接待的皇室成員 國家元首、文人雅士、富豪、國際巨星 可以說是多到數都數不完 如果說到全間酒店的歷史底蕙最濃厚的地方 相信就是這個Octus Lounge 這裏就算我們這些平民百姓不需要在這裏住 不需要花一大筆錢 都能夠進去感受到以往那種皇室級招待的地方 亦都是不少遊客來到曼谷的必去行程之一 就好像去倫敦 你會想去The Rich那裏吃一頓咸茶 或者說去新加坡 你會想去The Raffles 的Long Bar 喝一杯Sling 不是說有什麼驚為天人那麼好吃 而是醉翁之意 根本就是在於吃個歷史、吃個氣氛 在1887年落成的Octus Lounge 曾經是19世紀 不少歐洲民徒的聚腳處 他們來到遠東旅行 開眼界、拿靈感寫東西 住在東方真理這裏順手反思人生 那麼有空就下來喝一口茶吃個包 在1976年改建之前 這裏其實以前是一個露天花園來的 所以你看到這裏這麼挑高的大廳 在一個純白的環境裡面 有這麼多植物組襯托 再配上白色的藤積座椅 再加上透光的天窗 很均勻地灑陽光下來 整個格局是營造一個 好像在戶外那樣的悠閒雅致 其實多或少都保留當年露天花園的格局和風貌 要在一個這麼傳奇、有歷史痕跡的地方吃餐下餡茶 其實更便宜於香港的酒店吃 他們招牌的The Oriental 下餡茶 都只是1500元一位 即兩位一共都不用700元港幣 The Oriental 其實是一款以泰式風味作為主導的下餡茶 用葉片裝著放在一個雙金邊的容器裡面 可以說是將中南亞風情融入西式甜品的擺盤創作之中 網絡是好雄雄華貴的 是精緻過就這樣用一個三層層架來上 鬆餅方面 這裡有原味和芒果口味 吃到是鬆軟無粉的 奶香十足 其實就這樣吃回它的原味都已經很出色 是不需要再有醬的點綴都已經很好吃 其他味道方面我就不詳細說了 如果在香港吃下餡茶相比 這裡論味道我都不相伯仲 而論性價比來說 這裡比較划算 說到獨特性 在這裡可以吃到泰國皇家宮廷點心 也有些地道的傳統小食 在香港我就沒見過 這裡的點心算是偏甜一點 而鹹點方面的變化夠豐富 你喜歡哪款適合的話 還可以叫它再甜 有誠意、好吃、好服務 以及重點是環境好 這裡擺桌子不密 也不是位於住客出入的必經之路 所以沒有閒閘人等走來走去 夠安靜、夠舒服 是一個探查聊天的一流地方 住在曼谷文化 與其說是住在一間酒店 不如說是住在一個花園裡 明明是一間有時超過140年歷史的酒店 但它沒有在風格上刺路賣路 它沒有刻意講求過歷史感 反而走到哪裡都會覺得 這是一間很有活力的酒店 它既有過一種發色花園的浪漫 但同時甚至有泰色那種 古樸沉穩的奢華味道 作為點綴 其實酒店要玩豪華路線 是很簡單的 有錢都做到的 但豪華得來是內斂的 用料上勝得來 但不覺得堆砌 明明牌場是強度用來招呼國賓 但住在這裡又不會覺得出現距離感 反而會有一種 好像在家裡的舒適自在感覺 但同時有很多地方 都留著一個高雅的格調 這才是鎮告庫 這才是一間頂級酒店的味道所在 曼谷文化 是曼谷唯一橫跨招拍夜河 在兩岸都有設施的酒店 在河的對岸 這裡有一間泰國餐廳 也有遠近馳名的泰式烹飪學校 以及世界級文化SPA 都坐落在這裡 能夠搭這些古式古香的接駁船過去 行程超短 比香港的街道更短 不過這樣吹風 游過兩分鐘左右的船河 是挺捨義 挺有儀式感的 酒店的SPA 就收藏在這個自成一角的地方 明明隔離走幾分鐘 已經是全泰國最大的商場 是曼谷的新地標 Icon Siam 但這裡都可以做到一個 遠離繁囂的感覺 沒有什麼華麗古典的場景做襯托 但從碼頭一路走過來 沿路都感受到這裡的沉靜代念 這些是平時一般在酒店 搭電梯到八樓做的SPA 一看電梯不像穿越時空 去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節奏 環境那種突压不同的 這裡是搭了一小程船 走了一小段路 是慢慢能夠把心情沉澱下來的過程 文化的SPA 可以說是享負聖榮 但在不同地方做的價錢 是可以有倍數分別的 在香港文化 你作為一個90分鐘按摩 兩千元港幣 你在曼谷 作為一個同樣90分鐘 Aorealto Essence 這個按摩 4150元 便宜了一半 就算是他們招牌的 Oriental Signature 都只是4800元 即是約1100元港幣 性價比超級高 不要拿少放鬆的來相比 兩個世界來的 在做SPA的過程中 真的好看得出 一間酒店的服務去到怎樣的高度 在泰國很多時候感受到 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 如果說得實在一點 其實是一種細膩得來 但不矯情作狀的體貼 但這件事 說就容易 做其實很難 是泰國和日本的一種 近乎與生俱來自然的油情 才能夠持有這個效果 而曼谷文化 尤其是SPA的職員 真的能夠把這種溫柔表露到 恰到好處 老婆那車是拖著大約 二十五、二十六週左右 比平時的感覺更加敏感 但這套技師在用的力度 在對應部位的準確程度 和全程呵護備致的那種尊重 都令老婆十分滿意 如果香港都是這樣 價錢、服務、配套的話 她說想每個星期都來做 她在SPA方面是比較厭佔的 所以由她口中這樣說出來 其實是很高很高的評價 而這間房的配套其實都相當不錯 雖然面積不大 但設施齊全 房內有齊全有衣服間 有廁所 有完整的兩套梳洗用具 以及一個功能完善的淋浴空間 如果開大一點的力度 做個水力按摩也可以 那你關門做個蒸氣房 蒸一下自己也沒問題 如果真的要挑剔的話 這間房內是沒有浴缸的 還有看出去沒有景觀可驗 但總結來說 這一個小事 談話不掩餘 我們相當之滿意 好了 最後來簡單說說 我們在文化食的一間餐廳 他們在鄭河邊的環境 很放鬆的 那你不要以為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食物質素都是那些中規中矩 過得去啦 不是的 如果要我數我在泰國吃過的泰國菜 頭三間最好吃的餐廳的話 這間榜上有名 不要說你 我也覺得驚訝 因為我原本想著隨便吃一頓飯 但誰知吃了一頓相當滋味的泰國菜 還有一句 在酒店片中 我不會詳細說味道 而且那晚我也沒有詳細拍 但我喜歡這裡的菜式 是很穩打穩摘的出品 不是那些講求新派的 講求擺盤 要打卡效果的 Fusion菜路線 先來看看兩碗開胃的湯 椰子雞湯清甜夠味 雞肉還嫩滑得來 帶點Q彈的質感 而冬陰公湯香醇夠鮮 不會搶喉 辣得剛剛好 還有兩碗湯的材料都很豐富 好了 來到主菜部分 我們點的都是很正路的食材 我們點了一個炒佛泰 炒碟雜菜 點了一個青木瓜沙律 另外加一條魚 還有一份炭燒豬頸肉等等 全部都是很平實的食材 但別人就是處理得很有心機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覺得 泰菜第一味只有酸辣兩個字 低檔的食材 沒有層次 不好吃的話 你不妨帶來這間 曼谷文化的Verenda露台餐廳 給他開眼睛 給他見識一下 什麼叫平實得來好吃的泰菜 還有這個食材不貴的很棒 我們兩個人叫到整台都是 買單連賣加一才是五千一百多元 計算港幣不夠1200元 引均不用六塊錢 這裏上菜快 服務好 何景 又夠熱鬧 你不要看我們好像叫得很多 但因為全部都好吃 是越吃越開胃 所以最後清光 不用打包拿走 我們之後再來曼谷 我們住在對面的半島 但我們都走過來這邊吃 這裏真是非常棒 今集曼谷文化東方酒店的體驗 就來到這裏了 如果你來住曼谷文化的話 我會建議你不用安排太豐富的其他行程 你不妨留最起碼半天 你慢慢在酒店裡走一下 探索一下 感受一下 你就會發覺這裏好像一碗精心熬製的湯 是越吃越有滋味的 雖然近年來 曼谷酒店的蓬勃發展 令傳統的高檔酒店 不再是一枝獨秀 但對於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文化東方 它依然有著無法被取代的意義在當中 它沒有最新穎的設計 沒有最吸引眼球的空間 但住在曼谷文化這裏 要的絕對不單是奢華感覺 而是體驗舊世紀的文化涵養和深度 而且和歷史連結的故事性 都賦予這間酒店更豐富的價值 再加上它無敵的河景 和剛剛所說的那種 細膩得來 但不矯情作狀的體貼服務 這些這麼多東西加上加上 就是這裏歷久不須的原因 完了今次的曼谷文化之旅 老婆都不斷畫 希望未來可以繼續多些 這麼精彩的享受和體驗 你又有沒有想過 你的Wellfree future 會是怎樣的呢? 應該立即晉身 匯豐卓越理財 去實現你的理想未來吧! 好了 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裏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完結了 後に簡易推廣 回特里的綾身 準備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